歡迎收看電玩宅素沛 我是主持人墨金 今年的暴雪嘉年華 大家都把目光放在 暗黑破壞神的手機版 這款爭議作品 但是其實呢 活動還是有非常多 值得討論的亮點 甚至有來自台灣的創意 受到大家的歡迎 一起來看看 今年有哪些重點吧 今年的暴雪嘉年華 最讓人振奮的消息 莫過於魔獸 3的重製版本 魔獸爭霸 3 淬煉重生的出現了 這次魔術大幅更新 讓人想問一句 烏色你怎麼帥成這樣 或許消失已久的三國信長 又會在台灣興起囉 目前暴雪投入大量資源的 鬥陣特工 也公布了新角色艾希 名字別打錯了 否則就變成隔壁棚的那一位 最新的劇情動畫中 也讓將來會出現的 智蟹英雄 Echo 難道麥卡莉不分種族都吃得下 這次台灣因為場外事故 而無法參賽的如實戰技 則是迎來拉斯塔哈大混戰 是個以巨魔為主題的新系列 而且帶來新的關鍵字滅殺 只要造成比目標生命還高的傷害 就能觸發特效 看來要想盡辦法提升攻擊力啦 星海爭霸中的黑暗聖堂武士 澤拉圖成為最新的合作任務指揮官 但最大的新聞應該是 星海爭霸系列20年來 總算出現了非韓冠軍 經過漫長的等待 地球人終於戰勝外星人啦 暴雪英霸則是推出了首位原創角色 再也不是單純的暴雪大半動而已了 新角色歐菲亞具有白髮羅莉觸手等屬性 而且人設風格比較偏向日式動漫 擺明了就是要謀死大家 身上背著的那口棺材 大概裝的是暗黑破壞神系列吧 而玩家們期待已久的廁所 李奧瑞克外觀也終於出現了 這可是出自台灣玩家的設計 當然要用新台幣支持一下囉 可惜暗黑破壞神系列唯一的消息 就只有公布手機版 大家罵歸罵 但身邊朋友是不是依然跑去參加事前登錄了呢 只希望暴雪的第一款手遊不會讓大家失望了